今天的话呢我们接着继续再来看 那个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那个论坛里面的话 基本上我们已经第11次上课了 11次上课的话基本上后面的课程难度会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地方请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许你可以先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原则上我们又回到Jason 因为Jason的话他就不能用credit table了 因为前面讲为什么先讲credit 因为可以真的比较简单 因为他只要给网址 然后可能就给他编码方式 如果你是csv的话 那如果你假设你是那个 这个网页的话就web table 就是你网页里面第几个table啦 跟他讲一下资料就下来了 其实相对简单许多 可是呢其他的如果你假设不是table 或者是说你那个结构比较特殊的话 那很抱歉你就没办法用那个 所谓的credit table 所以后面的部分基本上就没办法用credit table 那比如说各位刚刚 有同学比较有兴趣的那个 抓网页资料 那这个可能就第五个单元那难度高很多 因为他就一定要 去了解所谓的html 跟css 那你变成说 但也不一定要完全看懂但至少你要知道说到底 他里面结构是怎么样 所以我有这边有几个连结啦 这个也许就电子书吧 你们如果有时间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好像之前有讲过 这个连结就是 那个html基础啦 css基本 javascript 因为这三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网页背后的那个原始码里面所放的东西啦 所以如果假设你对那个原始码 假设你看不懂的话 那你将来要爬那里面的资料当然就会比较会有问题 不过啦当然你也不是要每个地方都一定要完全 彻底了解但至少你要是 有一定的基础啦不然的话这个就是 会有那个爬取资料的问题发生 那后面当然我有一些原始码啦 其实简单原始码比如说网页里面长 长得像这个Hello World123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爬 这个网页那一定是爬原始码特别注意喔 如果不是querytable的话 那很抱歉你就是一定要抓原始码所以呢我们通常 如果要爬取资料的话 第一步的话是先把它原始码爬下来 那爬下来之后的话呢我要取得哪个部分的资料 比如说我要取得Hello World123的话 那通常是根据它的标签把它的标签取回来之后 再取得它里面的content 它里面的内容 把它列出来就OK了 理论上是这样啦所以如果各位有假设 有兴趣的同学 不妨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第五个单元 然后后面如果你这些会的话啦 说真的 你如果假设网页里面不是 不是那个table 比如像DIV 像Yahoo股市里面很多都 改DIV的话 那其实也可以爬它下来 但是你要 就是要爬那个DIV的那个标签喔 OK 那不过今天的话我们可能要先看一下Jason 因为Jason的话本来CSV讲完应该 讲Jason啦 我在想说 Creditable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就先讲Creditable 所以呢今天的话呢我们要 回到 Jason这个档案 所以请各位待会看一下那个Jason的这个范例 那上一周的话呢基本上喔大概 原则上我们就是 讲了那个大乐透啦 其实大乐透这个也是利用Creditable 但是呢这个Creditable 蛮方便 所以我们 先抓一页嘛 然后因为有70页 所以呢写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 1到70 这样的话70页全部可以抓下来 但是抓下来的话呢 如果你都放A1它会挤到右边去 所以我们又改了一个K K的话就让它向下追踪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纵向的把资料全部爬下来了 OK 那当然啦目前这个大乐透是70页啦 OK那当然如果以后假设 这个资料量 我想未来只会变多不会变少 因为现在BigData到处都是 你任何的电脑任何的网络 任何 可攜带式的装置 甚至是现在物联网 任何装置其实都会产生资料 那产生资料你要把它爬下来的话 如果以前你用人工的方式爬那不得了了 现在资料量都大到不行 所以理论上 还是需要用什么 用程式来解决 我觉得是必然的趋势 所以以后这么大量的资料 谁要去处理 但一定要是懂程式的 也不一定要完全懂程式啦 至少你不会程式你至少以Sale要会啦 以Sale里面至少还可以录制聚集 或者你可以拿一些范本来用 我建议 因为如果你暂时 可能对这些东西还没办法非常熟悉的话 我是建议我们上过的课的那个范例 也许你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将来其实可以套用 像大乐透那个有没有 其实它就一个范本 这个范本的话只要给两个 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就是哪个网址 一个参数就是 它是哪一个table 那table 那个比较麻烦一点 那个table你变成你要什么 用那个 Ctrl F 去寻找 那当然可能这个有点小技巧 这个是我自己习惯的方法 我提供给各位 的一个 方式 那如果你当然有别的方法 更快当然没关系 反正 主要是找到那个table标签 它是在第几个就好了 OK 没有 当然你不要傻傻的用算的 因为这样 其实非常麻烦 好那所以 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所以 这个部分我们 Credittable大概就先到这边 然后后面的话基本上 就要换 所谓的那个 其他的物件 那其他物件就有点恐怖了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办法像那个 就是 Credittable这么容易 OK 那首先的话我们 接下来再来看一个 Json 这个格式 你想说为什么 老师不全副做法 用csv就好了吗 问题是 很多事情没那么简单 因为csv 它就是 结构很 简单 但是如果你今天 假设你需要的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 资料形态的话 比如说有阶层的概念的资料 那很抱歉 csv就不行 因为他没有阶层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后面就要讲一个 所谓的 Json格式 这个Json格式 可能 目前来说 也许你们 遇到还不那么多 可是未来应该会越越多 那这个格式的话 其实 这个上面有一些说明 也许你们可以大概稍微了解一下 那其实 他主要就是从那个 JavaScript 衍生过来 而且他是一个 可以拿来当一个object 物件 所以以后要解析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拿JavaScript去解析 把它当一个物件 那就可以从物件里面去 读到他每个栏位的资料 是最简单的 OK 那所以呢 这个如果假设Excel里面要处理该怎么做 后面我们再来看 今天的重点也许就是摆在 如果我今天给你一个csv档 那我要 怎么做处理 可以直接把JavaScript 放到Excel里面这件事情 OK 那首先当然 这个表格 你们自己稍微看一下 因为这个 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呢 如果是前面用过csv 他副档名就点csv 那如果 JavaScript的话 就是点 json 然后他的档案大小 其实相对于csv 当然相对会大一点 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栏位名称会不断重复 安全性的话呢不太安全 可扩充性这个是他优点 就是他可以轻松与API做串接 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看到什么API的资料连结的话 很多呢都会直接用json格式 比如说你们公司有没有API可以让我串接一下 OK OK 那当然呢他意思就是说请你提供一个json 档案格式 给他 OK 那你说这哪边有应用 比如像那个火车时刻表 像那个台铁就会提供json 那你会发现手机APP里面为什么 他不是官方的 那个APP为什么他可以 随时查到最新的那个 台铁的时刻表 连误点都有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就是把API 就是一个json的一个档案 放在云端上面让人家直接存取 OK这样的话就很方便 像那个什么Uby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Uby官方也有官方的APP 可是也有非官方的 非官方怎么串 因为Uby也有API让别的那个APP可以去串接 那这个APP的话 他要 如果你给他json就相对简单 可是如果你给他csv 有的时候反而他麻烦 因为他不是 没办法马上做串接 他必须还要再转换成物件 反而更麻烦 所以一般会 这个会比较OK一点点 那其他的话呢当然就是 JavaScript的应用 现在网页基本上都会用到这个 其实你不一定是网页啦 手机的APP其实很多 背后其实也是 用的技术也是类似网页的技术 也是背后也是用JavaScript的技术 其他的话还有像分层还有关系 这个就没办法了 其他的话用途的话多半就是在比较多 广泛一点 我一般 看到一般都是比如说资料库交换的时候 或者手机 上面的APP 程式跟程式之间资料做交换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都用json 那CSV的话大部分就用在比较一般的user 一般人 他给他CSVOK 但是如果你是对应的程式的话 那可能用json会比较OK一点点 大概是这样 有个基本的概念 那我想 实际上来看一下 其他这个 相关说明的部分 也许你们自己再查一下 因为很多其实就从那个 Wincy百科里面 其实就有了 那实际上的案例呢 我们直接举一个会比较清楚一点 底下的话就举一个像 那个行政院的环保署的那个网站上面 他提供了一个 PM2.5的 一个什么呢 叫做悬浮 微粒的资料 PM2.5 那这个监控的话呢当然 他提供目前最新的 所以 等于是接口的话 他还蛮好的 他提供有三种 可是呢今天的练习 我是希望我们不要用CSV 因为CSV比较简单 但我们想要练习就是json 如果这个的话 如果假设了我希望 用json的格式来串接 那你可以检视一下 接下来的话这边有一个下载链接 编码方式UT8 里面的话资料有总共12345个栏位 上面有栏位名称 然后他这边是json格式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点一选他 但你特别注意有可能几种状况 点了之后他会下载 像CSV直接下 但是这边点击我看我印象中他好像会另外开一个网页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这个json的格式就长这样 有没有发现 真的 对一般来说简直看到 跟那个网页htm应该没什么两样 有没有 可是实际上 他这个结构你会发现 大概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一定有大瓜壶 有没有 外面这个大瓜壶 然后一定有中瓜壶 OK 然后中瓜壶里面放资料 前面的话中间 就是key跟 资料中间会加一个冒号 OK 那可是你想说 老师这个东西 我其实主要要的资料应该是这个 recourse是他的key 冒号是 他的资料 中瓜壶的话 等于是有一个串列 串列里面呢又有个大瓜壶 但这个大瓜壶的话基本上 其实如果在python里面的话指的就是一个字典 字典的话里面有个key跟value 前面是key 后面是value 那你会发现key跟value关系 有点像是前面是栏位名称 后面呢是他放的资料 有没有key跟value key跟value 那你会发现 这个总共有12345个蓝 不是刚刚五蓝吗 然后底下呢 豆点之后又下一笔 12345 所以你会发现呢 他好像有个共通性 就是前面的key不断重复 后面的value呢 就 会 怎么讲 就是有变化了 所以那当然问题来了 像这样的资料呢 我要如何把它转换到 这个 Excel里面 OK OK所以这个是第1个问题 那当然 如果新的Excel版本的话 比较没问题 为什么因为新的Excel里面 他其实在资料里面我看一下 这个版本我不知道有没有 他其实里面呢会有一个 叫做 从 就是 文字档里面 如果你的 版本比较新 可是我现在我们家好像2016 还是没看到Jason 可是如果最新的版本2019的 就有一个可以直接贿赂那个Jason的档案格式了 可是你看2016都没有 有没有这边好像没有Jason 我看一下这边 这边有没有其他 好像也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你看更不用说2016以前的版本 那一定 没有 所以呢如果没有的话 这时候麻烦了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解决 像这样的问题 如何去解析什么 这个 这个Jason的档案格式 当然你要想说 你要 抓到的资料在哪一个key key的话一定是冒号前面的东西 可是啦 跟各位讲一下这个PM2.5 这个连结里面 光看你都头晕了 所以我是建议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像我自己个人习惯 如果我要解析它的话 我会利用一个叫做格式化工具 这个工具是云端版本 你把它点开之后的话 我像我个人习惯 我是把 刚刚这一个 Jackson挡 把它Ctrl A Ctrl A就全选 Ctrl C就复制 也就是把它Ctrl A C之后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 叫Jackson Edit的里面 那为什么需要贴到这边来 其实贴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你如果贴过来之后的话 它其实有个好处 它会 把它变成一棵树 Tree有没有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可以 把那个结构 帮你结构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Tree 贴上是Test 然后Tree的话 其实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树状结构 那所谓的树状结构就是说 假如呢 把Jackson想象成一棵树 它有一层一层的嘛 所以呢 它这个地方会有个 10个 里面有10个项目 意思就是说大瓜户里面呢 实际上有10个栏位啦 其实你不能叫栏位 它叫Key 10个Key Key的话呢是 冒号前面的东西 所以 总共有 10个嘛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 把它说起来 10个 那哪10个 有Fills Fills Fills应该是栏位 打开来看看 对 但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不管 这个是Resource ID 所以Resource ID可能 他这个API可能将来 会限制人家使用 所以他如果没有ID他没办法用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应该也不是啦 这个也是API Key 然后所以呢 往下找的话Link 这个Link也不是 所以最后发现呢 他其实里面有一个Key 他这个Key的 里面呢你会发现后面 有78个Items 78个Items 那就是78个项目 那这可能跟我们需要有关喔 所以 我们要的资料再展开 你会发现编号从0开始 5个栏位 5个项目喔 所以理论上应该很 对 这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如果将来我们要抓 这一棵树 那抓下来之后呢 接下来 我再去找这个Record 这个Key 然后Key对应到的后 就后面的Value 那这个Value的话 后面总共有78个项目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78个项目 先通通抓回来之后 那逐一的把后面的 它的Value呢把它抓下来之后 丢到 哪里呢 丢到Israel 这样就OK了 所以喔 可是问题要怎么解析啦 因为 我看了一下 因为我用的版本是比较新一点 所以在资料里面 其实它里面有一个从web功能 但是我们这个版本好像似乎没有 没有没关系啦 我们变成要自己写Value来处理这件事情了 我看一下我云端上面好像有那个 那个画面 就是 我们如果不用Jackson 就这个啦 有没有 从Jackson 不过这个版本的话呢 应该是要2019以后了 所以2016还没有这个从Jackson 2019才有从Jackson 如果有从Jackson就简单一点 他就直接可以怎么样 让你 从Jackson汇进来 汇进来之后的话呢 你就再去选你要的这个key 比如说那个recourse 他其实会帮你把它列一个表 像刚刚我们那个Jacksonedit 然后你再跟他讲说我要的东西在哪里 这样他就通通帮你把这些东西呢 给复制到我们的Excel里面了 所以啦如果你不写程式的话 也一样可以把Jackson汇到Excel 可是有个前提 就是你一定要是2019以后的版本 可是问题不是每一家公司或者每个人都买最新版啦 所以怎么办 待会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就要用别的方式了 当然如果你假设你有这个 这个最新版 一样可以录制啦 所以录下来你会发现 其实他用的 那个物件 其实就是这一个啦 但是最新版才有 就叫query实物件 query query加IES 有没有 那我们之前用的是querytable 名称很像 但是不一样的东西 OK 那只是说那个query实物件 他一样是add的方法 但是后面你会发现 他其实 就像我之前跟各位说的 他运作流程很麻烦 他一定先把资料先放在一个catch里面 然后那个catch是一个虚拟的资料库 如果你要读取他的话 还必须用资料库的读法 这边还要宣告资料库的驱动程式 OLEDDB的provider 这个要跟他讲 然后最后还必须要下一个seql语法 有没有seql这些串 我觉得太麻烦了 这个 所以我上个 好像上礼拜有跟各位讲 query这个物件实在是 如果拿来用 真的没有querytable这么方便 可是以后他就真的变这样 如果你还是要 如果只能用这个的话 还是要想办法 看能不能把它简化 OK 目前看起来好像 简化应该是不行的 所以请各位先大概了解一下 第一个 先找到那个环保署的这个 官网然后呢稍微看一下啦 我刚刚主要是 找到那个 PN25 他这个 Jackson的这个 然后找这个连结 那我是建议啦 你们可以先观察一下 他的结构 OK 不过如果你直接看原始码 你真的会头晕 所以我刚刚做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Ctrl A C 然后呢我是建议你可以 跳到那个叫 Jacksonedit 的这个编辑器 这个蛮好 如果你 不 那个你也可以 搜寻一下啦 那个搜寻关键字 Jackson JSO Jacksonedit 这边就出现了 其实也可以找这个关键字 Jacksonedit 然后也可以找到这个 这个连结 那这个连结的话 他其实 方便的地方 我觉得啦 至少 比你直接用眼睛看那个原始码来的简单太多了 因为这个真的太方便了 千万不要用眼睛看 真的你没有那么厉害 而且我自己也不不喜欢这样 哪怕我看得懂 但是我也不要用 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啦 这黑白的嘛 OK 而且看得说真的啦 我大概知道重点 可是你们应该就很痛苦了 所以呢你把它Ctrl A C之后 贴到 记得喔 先贴到这个 Jacksonedit的 先把它切到Test模式 有没有 贴过来之后的话 再切到它的什么 Tree模式 树状结构 切过来 它变一棵树 你可以收折了 这个就变成它里面有10个key 你可以展开来 然后再去找到底 它这棵树里面它放在哪里 我知道它recourse 所以把这个recourse 这个key 抓回来之后 里面就有我所有的资料 那我再跑个回圈 就可以把里面的value 部分 抓回来 就可以丢到 Excel里面的表格里面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喔 可是 接下来要怎么做 其他还有像Table 我看这个Table Table是表格 这个好像 比较少用 大部分都是这个Tree 然后 试试看好了 大概了解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